中俄阵营即将成为定局 拉夫罗夫见习近平 今天这个拉夫罗夫 昨天特别到了北京见习近平 那我特别要说 当然见习近平免不了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讨论俄乌战局 中国其实一直有 这个中国对俄乌战争 一直他有他自己的主张 他没有说是偏袒哪个国家 我这边有一张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中国 对于这次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他的和平方案 他的立场 第一个尊重各国主权 摒弃冷战的思维 那内容总共有12点 我就不一条一条链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这次拉夫罗夫到中国来访问 我相信中国来讲也会秉持这12点的立场 来跟俄罗斯来表达中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 希望说是两边以和为贵 双方来讲立刻停火指战 然后双方来讲注意到人道的危机 好那为什么这次拉夫罗夫在这个时间点 要到中国来做这个访问呢 因为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我个人认为说已经到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就战场的形势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战场的形势 双方来讲我想和以前大家都知道 说经常发生这个比较有名的机场战役 第一个最早的时候是巴赫姆特战役 紧接着下来阿夫迪夫卡 今天现在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时间点 双方正在很重要的类似巴赫姆特角肉机制战 在哪里实施呢 在查苏夫亚这个地方实施 查苏夫亚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 大家就知道说查苏夫亚这场战役 对乌克兰有多重要 大家看一下我特别标志出来 因为这个地图上面 这是最新的状况 最新的战况 在地图上面还没有查苏夫亚 这个地名还没被标志出来 但是有几个附近的地方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一个是查苏夫亚在巴赫姆特的前方 在阿夫迪夫卡的前方 现在正在这个地方打 我特别提醒大家有一条路 这个是公路 有一条公路 这条公路上来就是哪里 哈尔科夫 然后这边地涅伯河 就是在这个地 涅伯尘就是地涅伯河 杂伯罗热发电厂就是地涅伯河 所以大家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是乌克兰在查苏夫亚这个地方 类伯尼巴赫姆特或阿夫迪夫卡 那种战役失败来讲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场 这个兵败如山倒的战役 警戒下来乌克兰俄罗斯 就会如这个势如破竹 直接直取哈尔科夫 或甚至于攻到基辅的城下 好这是第一个 我先将战场目前最新的状况 在那边跟大家报告 紧接下来我要凭双方的战略态势 战略态势的话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 当然就是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后勤作战是非常 对战争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后勤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钱 拿破仑讲的打仗就是钱 钱钱 那乌克兰现在有没有钱 没有钱 对不对 很明显的 我想这东西大家都知道 美国本来要提供给他的军援 但是被国会卡关 尤其是美国这次的大选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可能就断了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其他欧洲国家 经过这两年的战争下来 他们自己本身 也遭受到很大的财政上的困难 尤其是在能源方面 尤其是在财政通膨方面 他们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那北约来讲 自己要不要打成长仗 他自己目前来讲 希望能够募集到500亿的欧元 来分五年给这个俄罗斯 来提供他打仗 打仗各位要知道 不是光给炮弹就可以了 你必须要给这些阿兵哥薪水 你必须要给他生活费 不论他凭什么 你必须要买粮食给这个兵吃 如果说是兵 没有钱去买粮食 他不可能自己带着干粮去打仗 他不可能不要薪水 尤其是现在乌克兰有很多是外国的雇佣军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更需要金钱 所以第一个他钱被断 完全是没有钱的状况 第二个 对后勤来讲最重要是人 人很重要 对不对 你有再多的武器 再精良武器 但是你没有成熟的兵 你不但要有人员有兵员 而且还是要成熟 有这个训练 这个精良的士兵才能够打一场战争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两国的情形 现在这两国其实打到现在打到这两年 其实我必须很公道的讲 不管是两个国家所发布的军报 当然我们只能说合理去推销 他的军报当然都不可信 不可以说百分之百相信了 那必须都会有灌损的新闻 可是我们从现在最新的情况 就是乌克兰增兵50万 他要增兵50万 俄罗斯增兵15万 那在这种两者增兵的人数 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双方这两年的已经付出去的伤亡 代价有多少 如果说乌克兰 他伤亡不是很严重 他为什么要增到50万 那俄罗斯来讲也一定有伤亡 可是他毕竟增的人数比较少 15万 从这两个数字 我们就可以研判出来 之前的伤亡代价有多大 那乌克兰 问题是说 现在俄罗斯增是15万 他已经增到了 为什么他可以增到 因为他后面来讲的话 大概他认为乌东这个地区来讲 都属于他的国土 所以他这个地方 乌东本来就是恶意民族 他之前很多人 之所以会打起仗来 就是因为乌东这边很多恶意啊 俄国的后一 后代民族他讲俄语的 他被乌克兰欺压 所以他们才会起来反抗 那普京就是为了帮这些人 才发起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他要在这个地方增兵 可以说15万人来讲 对他来讲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乌克兰就不一样 增兵这50万 目前来讲 讲是讲要增50万 可是他完全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第一个他没有人可以争 他很多的年轻人 他虽然不管他调高或调降 调降这增兵的年限 他真的没有办法争到50万人 第二个是民意的反弹很大 民意来讲的话 我们男人都打光了 都死光了 你现在还要叫我们什么人去打仗 所以现在乌克兰能够争的三种人 他50万里面三种人 第一个是残障人士 就是已经战时的时候 第一批已经作战的时候 节肢啊断腿啊 只要你还要能动 还有一口气在的 这个你有经验的士兵 把你争掉回来 第二种是囚犯 监狱里面囚犯 你愿意出来去打仗 我就赦免你的罪 让你这个特赦出来 让你去参加战场 第三种是女人 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的女兵 男人都打完了 现在叫女人上去打 乌克兰现在就冰原争议的状况 那你说就算是凑出这些人 能打不能打 其实还是不能打 为什么你如果说没有经过训练 你现在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飞弹啊 英国的暴风影 这个飞弹啊 美国的M1战车 这个德国的鲍二战车这些 这都要经过训练 这不是说你去你就会操作 不管是哈马斯火箭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M77榴弹炮 对你如果说完全没训练 你那炮不能塞进炮管里面 就拉导火索就发射出去 你怎么去瞄准 怎么去这个角度方向 你完全都不会的话 你怎么去操作 尤其是像更深一层的雷达啦 或侦测啦 这些如果说你没有经过 这个三四个月以上训练 你是完全去那边 就是纯粹就是炮灰 你叫这些女人 叫这些囚犯去 你不是凑人数而已 就真的就是纯粹当炮灰 这是双方的人力 我在这边做一个说明 大家做一个比较 第三个是弹药 弹药是非常严重的 弹药 弹药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俄国乌克兰 他们属于其实包括大陆来讲 他们大家看到他是在欧亚大陆上面 所以他们建军思想就是大陆军思想 大陆军思想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 是大炮 所以他们是大炮兵主义 所以你看包括北韩 其实北韩为什么有能力提供给俄罗斯炮弹 我们前生的新闻里面有报导 小胖金正恩提供炮弹 用西伯利亚铁路运过去 对不对 然后俄国自己本身有很多的 为什么现在北欧这些国家炮弹生产数量不够 俄罗斯自己本身可以 有不停的炮弹可以生产出来 因为他从一二次世界大战 他本来就是炮兵主义 所以他那个炮 做大炮的工厂一直都在 在高加尔山区 对不对 所以都有这种火炮的制作工厂 所以他可以原原 只要他原料有 他就可以原原不绝的生产这炮弹 那俄国自己本身 他不管钢铁啦火药啦 或这些能源来讲的话 他都是足够自给自主 所以他的炮弹自己本身可以自给自主 原原不绝 那反观乌克兰的炮弹 他就必须要从欧洲这些国家来提供 那我得到了目前最新的数据是 每天这个俄乌双方来讲 要消耗的炮弹 俄罗斯可以打到6000发 一天6000发 那乌克兰只有2000发 6000跟2000不是3比1的问题 而是他的战线有将近1000公里 也就是说俄罗斯来讲 每一公里他每天可以轰你6发炮弹 那乌克兰每一公里 一天只有2发炮弹回击 在这种炮兵实力悬俗之下 尤其是大陆军作战 整个是广大的这种一片平原作战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你的火力赢不了敌人来讲的话 火力掩盖不了敌人来讲的话 你就一定会这个输 在炮兵作战里面 军事术语有三种 一种叫活药主义 就是我火炮兵你厉害 我就是发现目标我就打 叫活药主义 另外一种叫半沉默 就是说哎 我只要我如果说你没有打我的话 我也我也不打你 我没有发现有价值目标也就不打 第三种叫沉默主义 就是你打我我也不还手 我怕我铺路我的位置 我尽量保存我的弹药 我的火炮 我的炮阵地避免伤亡 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看出来 是俄罗斯采取的叫做活药主义 炮兵我发现目标我就打 我发现目标我就打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乌克兰可能 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下 我个人研判 双方来讲在战略上面 会采取什么方式的一个野战战略 野战战略有很多种了 内线作战外线作战 像这个拿破仑最擅长的战略 就是内线作战 对不对 然后这个美国打不安战争 他用的就是外线作战 那另外还有叫什么呢 德国大家知道 德国去打法国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从这个马其诺防线 那叫中央突穿 那也是一种野战战略 我个人研判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在这个 查舒夫亚这个地方来讲 在这个地点发生激战 这个点发生激战 那从这个战线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乌克兰会采取一种野战战略 叫做突穿战略 就是他准备从这个地方突穿 他如果现在兵力火力 都优于乌克兰的状况之下 他会从这边突穿 从这边突穿 突穿以后就直抵聂伯 这个聂伯河 然后完了以后 可能就是威胁哈尔科夫 这北边中央的一个公约城市 这是我个人的研判 他可能采取的策略就是一点突穿 然后在这边南边这边也就是说 克尔松这边来讲的话 他会采取一种 就是吸引这个俄军的战略 事实上俄军现在都已经被吸引到这边了 你看这边有个箭头 这个蓝色箭头是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他当初去年来讲 他所谓的这个春季大反攻 北约国家帮他建立的九个北约的建制旅 叫号称九杀金刚 现在全部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被吸引到这边来 他本来想要从这边来支持春季反攻 达到亚述海的 但是他现在部队全部被吸引到这边来 那北边来讲的话 当然兵力比较薄弱 那俄罗斯来讲 初期去年已经达到 他把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他精锐部队吸引到南边来 那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俄国的防线 这个防线建立在这边 利用这个防线将俄军吸引在这个地方 然后北边来讲 俄罗斯就会这边采取突川作战 这是我后续研判 双方可能在战术上的一个作为 当然我研判了对不对 有在后续的观察 这是我个人就军事的角度来做研判 那我们当然要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拉乌洛夫到俄国来干嘛 见习近平 我想说一个军事上面来讲的话 一定不是只有军事的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一定是包括军事外交经济 对不对 这个种种方方面面都必须要能够配合 军事只是政治延伸的一个一只只脚而已 那你必须要有外交 必须要有经贸来互相配合 那现在来讲 俄罗斯最欠缺的是什么 是当然是经贸了 我们都知道他因为SWIFT 这个被欧美国家联合制裁 那很多东西的话 他金融上面来讲 就会有一种障碍 当然他自己本身有产石油 也有很多能源矿制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总是要国际贸易 那他现在能够跟他有这种贸易上面的合作 应该就是贸易上面能够支持他的应该就是 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 我们刚给各位看的 中国大陆一向是保持中立 他没有偏袒来法 他没有偏袒乌克兰也没有偏袒 这个俄罗斯 他要求的是 各国都能够尊重主权 摒弃冷战思维 双方要有人道立场 那当然他不会去制裁俄罗斯 也不会制裁乌克兰 那我相信这次来 拉夫罗夫来的话 希望在外交上面 能够获得中国的支持 那另外在经贸上面 也需要能够跟中国来讲 继续保持合作 那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无后顾之忧 在军事上面 能够这个展开他 所谓的夏季公式 因为去年来讲 是乌克兰的春季公式 今年来讲 我相信很快 可能也已经展开了 如果就这场战役 今天开打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俄罗斯的春季公式 已经展开了 那乌克兰 有没有机会 撑到今年年底 其实要打上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 因为根据最新的外电报道 这个 泽伦斯基 他已经公开讲话 他愿意就 这个2020年前的边界 来实施谈判 也就是说 他愿意放弃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我给你 那你既然已经在你就在 你不要1991年 那时候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 那时候泽伦斯基 话讲得很狠 他说他要把克里米亚要回来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已经放软姿态 他说他可以就2020年 2020年是什么 是红色这块区域 他也就是说 你红色这块区域还给我 我们来和谈 但各位想想看有没有可能 普京有没有可能把红色这块区域 说好我们就停止 这个还给你 我撤军撤回到我原来2020年 在两年前开战以前的这个边界 来实施谈判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已经展开夏季公式 其实应该是春末夏初的一个公式 已经展开来了 那后续来讲 乌克兰顶得住顶不住 他的后勤资源 北约这些国家 能不能够顶得住 协助到他 我觉得有待后续观察 之所以说 欧洲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算盘 各有各的盘算 这马克宏有马克宏的想法 英国有英国想法 德国有德国想法 他们可不可以同心一致来对抗 俄罗斯我个人来讲 是不抱乐观的态度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你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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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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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